姐妹们姐妹们气恶表发狗 我已经重大发现 你们敢相信拥有80斤体重 53腰尾的宋志雅 居然是个一胖体质嘛 我是脸月发了宋志雅公开的收成方法 计划的每一帧 记得这么多笔记 还发给我100斤 110斤 120斤的姐妹帮你们跟练了三天 她有用 她有用 她也有用 赶紧爱陪你越肩越肥 瘦身全口 劈除了姐妹先来看 得先呀是受腰动作 我们先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向一边弯腰 直到感觉这里的肌肉呀开始发酸 这样呢我们的腰部就得到了拉伸 新手一天两边只要够做50个就可以了 再就是臀部运动 随便找把椅子啊 作为支撑点保持住平衡 然后一条腿往上抬 记住不要落地啊 感觉到大腿发酸就是其作用了 两条腿各30次 看着简单 但你坐起来就有燃烧脂肪的感觉 接下来啊是拽姐公布的吃饭秘籍 就四个字 一日一餐 注意了啊 这里指的是一顿饭分成两顿吃 第一顿呢你随意 第二顿不要超过下午四点 然后这两顿呀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因为小时多差呀 可以帮你把热料合理分配 所以一体24个小时 刚好全都可以再卸掉 这样你怎么吃都会胖了 最后呀就是喝水 转姐说她每天早上呀 都会喝一杯绿茶去消肿 平时的时间呢 就用玉米须茶去代替白开水 这点真的非常聪明 因为把水换成茶呀 会更容易入口 而且玉米须茶呢 既能保重水分的补充 又能在早上的基础上 二次消水肿 兼之一举两得 哎对对了 很多博主呀 会忽视掉宋志亚 说他不喜欢穿宽松的衣服 其实这也是保持身材的秘诀 之前英国就有科学家克服过 宽松的衣服呀 会令人发泡 因为当你穿紧身衣服的时候呀 你可以非常清楚地感知 身材的变化 就会不自觉地注意身材管理 每天坚持下去呀 我保证不出一个礼拜 你们就会回来谢谢我的 假期待你们盖到 拽姐同款穿大 拜拜